如果我有兩個男人 一個可以給我愛情 一個可以給我麵包 那我到底要選誰 命盤上面要怎麼樣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人他在或者愛情還是麵包 絕大多數我們的人生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的價值判斷 而做出來的選擇 我們會碰到什麼樣的愛情 往往是因為自己的選擇 這一期就來聊一下 到底是愛情重要還是麵包重要 好 大家好 我們都聽過 愛情誠可貴 自由價格高 若為金錢固 兩者皆可拋 有的時候啊 我們在算命的時候 你常會碰到說 到底是愛情重要還是麵包重要 那通常我們都會在 比較年輕的客人身上 就會覺得愛情很重要啦 這輩子為什麼總是碰不到 我的白馬王子 我的正元在哪裡 有看我的影片就知道 正元 正元只有圓規劃才有正元 這一期就來聊一下 到底是愛情重要還是麵包重要 命盤上面呢 要怎麼樣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人他在或者愛情 還是麵包 命盤在談愛情呢 當然講的是夫妻公 這邊還在跟大家講 夫妻公代表是我們的愛情觀念 不是你的老公 你的老公只不過是 剛好是你的愛情觀的其中 一部分的組成一部分而已 夫妻公指的是你的愛情觀 對愛情的看法是什麼 對愛情的想法是什麼 觀樂公呢 觀樂公指的是我們人生 的追求 而觀樂公的順時鐘五格 也就是觀樂公的觀樂位 我們有跟大家提過說 所有的公位 他順時鐘走五格 就是所謂他的觀樂位呢 這個位置呢 都會代表是這個公位的 的主軸或是價值的展現 譬如說命公的觀樂位 就是我們的觀樂公 那表示說這個人生的生活中間呢 我們價值的展現 所以呢我們在年輕的時候呢 那個觀樂公其實指的不會是你的工作 會是你的學業 因為年輕的時候你的生命的價值展現 通常都在學業上面 那同樣的到年紀大了之後 他通常是指的是你的工作 那同樣的觀樂公的觀樂位呢 就是財博公 你工作的價值展現呢 通常會呈現在 你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你可以擁有什麼樣的生活跟財富 因此我們當然可以從 比對觀樂公的態度 來去看看說啊 你到底要的是愛情還是麵包 那當然一般大家認為說 啊老師啊 我們在講到這個時候 愛情跟麵包指的是說啊 如果我有兩個男人 一個可以給我愛情 一個可以給我麵包 那我到底要選誰 對不對 那怎麼會是看我的盤呢 不對 如果說今天啊 你的夫妻功 充滿了桃花心 特別是運線的影響 否則你自然而然 你就不會去選 可以給你錢的那一個 你自然而然就是選愛情的那一個 絕大多數我們的人生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的價值判斷 而做出來的選擇 我們會碰到什麼樣的愛情 往往是因為自己的選擇 回過頭來 其實你還是要看你自己的命判 如果說你的夫妻功裡面啊 是充滿了桃花心的 而且呢 有四話在裡面的 那往往你就會比較選擇感情 不管是空缺的畫技 或者是希望掌握畫圈 或者是為你的人生 帶來光彩的畫科 或者是你因此而產生 出來的感情的畫路 四話在裡面的時候呢 通常呢 你就會是一個比較重視感情的人 桃花心產生的 相對來講呢 如果啊 關如宮上面 弱的星藥呢 是非桃花心 並且呢 它有四話在裡面的話 那你就會是一個比較重視 工作的人 或是你就在乎麵包的人 那當然同學會問說 老師 如果我是連貪對狗 連貞呢 它又不是那個桃花心 它必須要跟桃花心放在你 才是桃花心嘛 那現在不是桃花心 那我的貪狼是桃花心 我剛好因為運線的關係 貪狼畫路了 連貞也畫路了 那這個時候我到底該算哪一個呢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看法 首先 第一個要件就是啊 因為我們看的還是夫妻宮 所以呢 會以夫妻宮為主 夫妻宮出現四話 而且桃花心出現四話 你會是第一個重視的 第二個呢 我們在選擇感情的時候呢 往往會考慮一下 我的工作是否因此而出問題 或是這個男人 會不會讓我呢 工作產生問題 如果我的桃路宮裡面 有出現四話 而且這個四話 不是因為桃花心而產生的 星藥裡面五星屬水 就算桃花心啦 再下一層呢 是什麼呢 我兩邊都有四話產生 我該怎麼判斷呢 我們剛剛講了 第一種 一定是它的 那就是夫妻宮裡面 有四話出現 而且必須是桃花心 有四話出現 如果說有這樣子的話 那他是重視愛情 那如果說呢 桃路宮呢 有四話出現 而且是非桃花心 有四話出現 那他會重視工作 那如果兩邊都有四話出現 表示小孩才選擇 他兩個他都要 其實你就可以發現說啊 往往這樣子 真的這樣出現這樣組合的人 他也是相對來講 比較容易在情感上面呢 會在找一些外遇對象的 因為既然你沒有辦法滿足他 那他就要再找別人 那這個是第三種 那第四種是什麼呢 他都沒有四話 夫妻宮內有桃花心 會以桃花心為主 那夫妻宮之內 如果沒有桃花心 桃路宮內有桃花心 那這個呢 還是會以感情為主 但是他會盡可能的 希望能夠平衡 那最後一個 如果夫妻宮內沒有桃花心 桃路宮內也沒有桃花心 兩個都沒有的 譬如說 你的夫妻宮內做五曲七煞 桃路宮做天府 這個都沒有桃花心的 那這個人 他在感情的選擇上面 一定會是以工作為主 所以麵包對他來講 他是比較重要的 透過這樣子分類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在情感的選擇上 要的到底是愛情 還是麵包 那相對來說 如果說 你可以給他麵包 那是同樣的 你就可以獲得他的愛情 這個是一個 抖數上面啊 對於自己的選擇 會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其實你要回歸到 自己的命盤上面 因為事實上做什麼選擇 還是依照是你自己的態度 本命盤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到底你在乎的是哪一件事情 那到底該怎麼做選擇 當然我們有可能本命盤 是愛情為主 但是大線盤呢 是工作為主 偶爾我們總是會碰到這種情況嘛 OK 希望大家那個今年啊 已經過了半年了 大家在這個情感上面啊 可以做出比較好的選擇 MUZ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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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ZIEVE